看到吗 那边是成品运输 这边是基础环 基础环 然后喷砂设备 喷砂除尘设备 钢板存放区 钢板存放区 来料钢板存放区 来料钢板存放区 然后 通过博塔的运输车 运输到竖空下链 我给大家看一下 通过博塔的运输车 看到吗 钢板存放区 通过这个轨道 看到吗 博塔的运输车 100吨的 通过博塔的运输车 运到束缝贴合机 看到吗 束缝贴合机下链 束缝贴合机 开始用博塔的束缝贴合机下链 然后再用 博塔配套的卷板机厂家 卷板 这个下完钢了之后 这个下完钢了之后呢 是肯定是要打泡口 打泡口 泡口你看到吗 这就是打完的泡口 内置泡口 这就是卷完打完的泡口 内置泡口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个 打泡口 切个小车打泡口 速控下链下链下完了之后 气格级 找跑车 打泡口 打完泡口了之后 转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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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完了之后 点固 在这个位置上点固 点固完了之后 用博塔的中风汗 看这个中风 看到吗 内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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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 就是外中风 博塔的中风汗 中风汗 在整个中风汗街区 内中风 外中风 看完了之后 转运到 就是说组队区 组队区 转运完了之后 结成 内外环风汗街 汗街完了之后 看到吗 这是门 一个门 一个门的出来 出来 这不是这成品 出来 因为今天就说 生产线上 没有什么人 今天就说 他们临时休息 生产线上 没有什么人 只有几个人 在这干活 但是产量还是很大 他们年产五万吨 看到吗 他 每个门 生产线的门 总共四条 四条线 你看数轨道 一二三四 四条线出来了之后 通过 伯塔的转运车 把它转运到 看到吗 转运到这一块 通过这一块 是半成品存放 然后再刚才 就说 通过物流车 到物流 到喷沙车间 和喷漆车间 喷漆 好了 这就是整条生产线 我不举的 伯塔的整个四条 这个风电生产线 用的全部都是伯塔产品 这个是 17年9月份的 17年9月份的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感谢观看